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WIF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场雨量级的定级赛 首先为您请的是蓝方选手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西班牙的 Francisco Jawa Francisco Jawa 各位观众 您现在看到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于荷兰的Francisco Jawa Jawa是28岁 身高1米76 体重级别是63公斤 在龙中队当中的话是有500分的积分 之前15战6胜9负 6场胜利当中是有5场是直接KO对手 我们才拍到最后的简录检查完毕之后 今天我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期待声音乐部 即将登场的洪芳 一位蒙古族选手 蒙古族被誉为是马背上的民族 摔跤是他们的传统枪项 大家可以看到 在无限制格斗的擂台上 这种摔跤的技法经常会体现 这是他们的优势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蒙古族选手 草原叶朗 滕丽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古族选手 颅文字幕志愿者 杨古族选手 中文字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光明 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 正在脸上抹凡士林的是我们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 来自蒙古族的中国小伙儿腾立格 他有一个非常霸气的车号叫草原野狼 今年21岁身高177公分 比赛体重是63公斤 来自山西新度武术俱乐部 之前在武林传奇当中获得过61公斤级的亚军 和武动中国61公斤的MMA冠军 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0战 12胜7负1平的好成绩 显录完毕之后腾立格入场 蓝方选手今年28岁身高1米70体重63公斤 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战绩6胜9负 5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西班牙的 弗朗西斯科加文 红防选手今年21岁身高1米77体重63公斤 来自山西新度武术俱乐部 武林传奇1161公斤级的亚军 武动中国61公斤级MMA冠军 战绩是12胜7负1平 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草原野狼 腾立格 场上裁判赵紫阳 武林传终队 隆重开战 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LF旗下 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传终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本来电视台 包括也获听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本场的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郑文奇老师 欢迎 大家好 现在是加文和腾立格的一场对决 但是在肌肉的维度上 弗兰斯科 加文明显是要略强于腾立格的 对 李嫂 加文是比较少见的黑人西班牙的选手 是的 而且一上来感觉两位第一是打得都很谨慎 第二是在步伐上都非常的灵活 两人是一个羽量级 只有六十三公斤啊 同立格这么大个块头 减到六十三公斤 估计也挺 是的挺辛苦啊 挺辛苦啊 前手拳 这上组合拳当中的第三拳啊 前手拳打到 又是一个勾拳 拳手 两人互重 有一个高扫 所以加文在手弯拿得不是很高 是的 滑倒了 对 但是加文并没有趁机继续向前进攻 对 加文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持续性的进攻啊 就是前手的平勾拳 是的 没有打到 加文之前打到了腾立格的身体上 两个人总觉得出拳的频率很像啊 对 整体的身体频率 那都是突然爆发的来个几拳 是的 很相似 而且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持续性的进攻啊 在说明两人对自己的爆发力还存有信心的 是的 又是这样 对 都像一波带走对手 对 总是讲一拳就把对方给抡倒了 但是其实在MAA的舞台上 这样的状况可能还是很少会发生的 这是前手的拼勾 来大堆 khoma bridge 攻 deep 攻坏 本连坐 而且两个人在身体节奏上 尤其是由攻转手的这个过程啊 非常的快 我们看贾伯尔这边 感觉有一点开始慢慢的 找不到这个进攻的距离了 是的 好像好几 哇 上方又忽重 因为在臂展上 和身高上 腾尼格还是有一点的优势的 对 现在大家 爆摔了 爆摔了 加尔突 呃 腾尼格突然间就改变了他的进攻策略 这下加尔有点凑不及防 现在被腾尼格顶到了龙网边 对 这个爆摔呢还是挺猛的 但是很可惜啊 没有在地面上能够控制对手 两个人还是没有进入到进攻 现在只是腾尼格把加尔顶在了龙网边 大白帝尽两个人要做动作 是的 然后尝尼格那边就完全不动了 不做动作的话 赵紫阳老师就会把他们拉开 重新回到站立的状态 一个低扫 哦 哎 腾尼格这边突然增加了低扫 是的 又给了一个后手 接腿之后啊 一个后手 现在加尔有点 我等你腾尼格给我一个低扫 或者给我一个前手拳 对 然后那我再利用这个时间差 然后把我的前手或者后手拳给打出去 对 因为毕竟这个攻击距离比较短吧 是的 要等对手先出手之后啊 我再来拆招 是的 你看现在这个加尔的状况就是 我想给你这样的有力的中扫 基本上扫不到 嗯 我们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腾尼格加油啊 嗯 嗯 嗯 别管双方出拳的频次不多 但是这个打击效果还是蛮好的 真是拳拳到肉啊 对 这打中一旦中拳中招了就不轻 现在对于加尔来说啊 如何更好的利用自己速度上的这个优势 爆发力上的这个优势啊 是需要好好来研究一下 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 怎么看都是到了后面两分钟 他就打不进去了 是的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在这回合当中觉得 虽然腾尼格在身高和臂展上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这回合当中 竟没有占到什么明显的便宜 对 双方呢 腾尼格是有一次爆摔 但是爆摔之后啊 没有看出两人在地面上有任何的动作 所以第一回合啊 还是腾尼格以 微弱的这个战地上的优势啊 应该是占到了一定的便宜 是的 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的支持明镜需要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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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明镜簜 好的现在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不知道进过了短暂休息之后啊 而加瓦尔的教练组 有没有给他一些新的战术安排啊 然后他的进攻变得多样化 更丰富起来 嗯 没错 哇 双方还是一颗拼拳的节奏 是的 每一拳都还是很重的 哇 有一个后手 加瓦尔现在非常好的事 虽然也漂亮 虽然也漂亮 逼一格必长 但是我一点不处理 对 他躲得很快 对 这个就挺可怕了 而且他的脚步移动也非常的快 尤其是在这样的纵向的 前后距离上的脚步移动非常快 所以我们说 腾立格这个必长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其实也在这一点 就是一旦他出完拳之后 中间很短的这个时间差当中 加瓦尔就马上上步 就拿出了自己的前手拳 双方呢 在这个进攻当中啊 哇 又是一个后手 这边要爆摔 好的 好的 这边是一个双腿摔 真的 就看腾立格能不能趁势 再给出一些有效的击打 腾立格摔得很漂亮 但是没有任何控制的这个能力啊 对 这就是像加瓦尔这种 我们经常说这种小钢炮式的选手啊 其实挺要命的 你扑倒他之后 摔是摔了 但是你摁不住他 这就麻烦了 其实也挺无味的 而且作为比赛进程中来讲 其实还挺耗费体力啊 红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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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个回锁 陈密格方面啊 他的高扫 中扫都已经不怎么用了 是的 主要还是在打拳 对 跟加瓦尔在拼拳 给了一个低扫 又是一个低扫 加瓦尔其实现在也就是在 等腾力格给出这样的进攻 然后去找空档 对方的拳 其实两个人的拳都挺重的 所以两个人在防守上也做得非常的稳健 后手 踢倒 踢倒 看起来呢 在前几次 前两次的暴摔当中啊 陈密格用起来还是挺 游戏英雄 而且对手的防摔也比较一般 是的 上比赛当中可以再多用两次 是的 再走一走地面缠斗 这样可以帮助他在比赛当中 建立一定的分数上的游戏 对手 沙瓦尔的这个后手拳啊 真的是蛮重的 嗯 所以腾力格之所以一直打得这么小心 也是有原因的啊 好 好 极鼓 两个人又是拼后手拳 真是拳拳到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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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的 一个牵手 打着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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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瓦尔现在的问题是他除了在等腾力格啊 出完拳或者给完一个中扫之后的这个机会 他没有更好的进攻机会 又是一个低扫 那个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单击的这种打法 是的 更像是一个练散打的选手啊 是的 两人战力打的比较多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在第二回合当中 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延续了第一回合的场上场面上的一个状况啊 没错 腾力格其实没有太好的进攻方法 反观加瓦尔其实也是很尴尬 因为这个这个身高的问题啊 所以说呢 两人的进攻方式的单一啊 导致了就是在比较当中没有一方可以有效的改变战局 看看第三回合两人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 防� autre 防灭 防灭 关手 防灭 防灭 江 verlier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回合双方的比赛 两个人真是英雄新英雄啊 都是一个低扫 后手 对 腾米格一九保持自己单击的这种习惯 是的 两个人又开始拼拳 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的是 两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 仿佛在打一个自己 方法都不是那种连续进攻的选手 而且进攻的模式也很像 进攻的节奏也非常的像 第一拳打空了 是的 一拳打空你可以补一拳吧 实际上第一回合 腾米格比较有效的进攻啊 都是组合拳 是的 其实还是进攻的一个延续性啊 对 加尔其实挺想多进攻 可是 他如果进攻的话 如果他主动发起进攻的话 其实逃不到什么便宜 对 对 哦 一个飞机 一个后手拳 嗯 一个后手拳 嗯 加尔是有了连续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 是的 而且他进攻节奏明显提了起来 对 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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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慢慢的往后移动 是的 这边对手在不停的下行 又后退 出来了 这是一场熬断的 这是一场熬断的 这是熬断的 更多的意义是在于看谁的意志更加坚强了 哇 小踢倒 前手啊 这个更像是把对手给推倒了 是的 刚才是打开那个小胳膊什么 哦 飞机 你哥突然是被对手的猛攻之后啊 发挥不出自己这个臂展的优势 是的 目前节奏有一点点乱了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尤其是加瓦尔尤其他的后手拳 每一次出拳都卯足了劲啊 你哥应该用腿法来控制一下这个距离 是的 感觉从第二回合开始啊他就忘记了自己有腿这回事 嗯 可能是 棋锋对手这种感觉吧 感觉对方拳法很好 自己拳法也很有信心 就开始拼拳法 两人在这一回合的话移动的范围很大 是的 特别是腾尼格这一边 更多的能够感觉到 加瓦尔的侵略性更强一些 好 加瓦尔 提跳 看能不能有效再打几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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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的 好的 全方打满了三个回合啊非常辛苦的一场比赛 第三回合 天力格的几次爆刷 我估计是掌握比赛主动权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胜算之一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最后裁判给出的最终结果 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放射 有请武林峰创始人 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 吴丽辛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